第196集 各族人都懵了 那白衣女子原本背对大冤外 寂静不动 可是现在突然出手 没有动处风 而是直接抓走机械金刚的金属大手 谁敢对应召朱天级强者下杀手呢 机械金刚明动这片宇宙 他的威名流传 不知道多少年 可是现在却被人一把抓走 这景象好可怕 仙秀儿白盈盈的手指十分修长 看起来十分完美 此时坦出大冤 捉笔天地瞬间压制一切 老族 不朽不灭的机械金刚祖先 机械族急了 生死历劫大声喊着 但是别说他们在宇宙深处 就是现场又有什么用呢 机械金刚的本体在某一座宇宙骨矿中睁开眼睛 周身金属躯体带着斑驳秀迹 唯有心脏那里有一块赤红的金属发出赤热的红光 如同太阳般燃烧 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在这片漂浮在宇宙中的庞大脉矿中发现母鸡 汲取精脆 融入心脏内 为他提供了恐怖的能量 连灵魂暗伤都恢复了不少 像手奏我一只手掌 没那么容易 他一声低吼 不可能放弃 因为机械族这种生命体很特殊 由金属通灵而成 躯体通过不断吸收金属精华而成长 进化 到了他这个层次 一只手掌所蕴含的金属精华 根本无法想象 应照朱天吉 想要重新聚集一只手的话 要耗费天文数字的稀有金属 大渊附近 又一只金属大手探出 破碎虚空而来 距离对于这片宇宙的顶尖生灵来说 不算什么 哪怕是隔着星海 隔着灿烂的星空 他们也能瞬间杀到 大渊种 那女子再次抬手 一只仙仙御手打出来 将鸡血金刚这只 比许多星球合在一起 还要大的手掌抵住 直接发力 本座来了 宇宙各地 剧烈颤抖 波动不止 一些迅烂的进化文明星系中 许多进化种族的祭坛上 供奉的牌位上方 有机械金刚的身影浮现 让人窒息 它立身在一颗大星中 气势磅礴 金属光泽 能力 威压朱天 所谓应照朱天 在阴间宇宙中 各族共尊 前一百位强者会被供奉神坛上 万族共尊 他们一旦发怒 一旦欣喜 一旦爆发威能 都会在各地祭坛上显化出来 故此应照宇宙各地 天哪 机械金刚复活 在我族祭坛上空 悬浮的一百颗星体上 有一颗被点亮 照耀十方 气息如虹 要撕裂仓穷 这一刻 别说是大渊附近 就是很偏僻的宇宙边缘区域 也有进化者在惊呼 看到应照朱天机强者出事 都很震撼 大渊外 机械金刚真身来了 分成八部分的残体一同赶到 从宇宙各地冲来 与头颅在这片黑暗的地带 拼组在一起 形成一头高大恐怖 镇压星海的巨大金属生命体 那种气息 如同宇宙海 绝地 志强能量汹涌 可以看到大渊外 一颗又一颗星球 跟他的身体比起来都很渺小 比如 他睁开眼时 金色的眸子将许多恒星比下去 不仅是光芒 还有体积与能量都远超恒星 他的身子通体都是以亮银金属为主 扮着青色金属花纹增量 给人强大的金属质感冰冷而射人 不过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金属躯体上也有许多斑驳的秀迹 有些不为真的腐朽了 那是不可违逆的趋势 是岁月强行斩了他一刀 此时 由于白衣女子不再运转那种特别的呼吸法 节奏停下 众人能动了 跟外界疯狂联系 开启超级冲动 开始亿万里大逃亡 就是黄牛 大黑牛 老驴他们都躲在妖族之顶内跑了 同时 还是有部分人来不及顿走 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可是 却在这片地带成片的爆开 成为一团又一团血物 有些是金身大圆满层次的高手 有些是塑形境界的进化者 可是 在机械金刚面前 却这么的卑微 如同尘埃般 可以说他们微不足道 没受到攻击 就被这种气息冲击的炸开 许多星球残骸 在大渊外漂浮 仔细对比 感受相当的恐怖 这些星骸 比只机械金刚的耳垂还要小 这种恐怖的金属生命强者 太害人了 事实上 机械金刚来到这里以后就出手了 暗中较劲 要夺回自己的那只手掌 他是真的不能丢失部分躯体 不然的话 他会加快衰老 生命干枯 各部分躯体归位后 他志强绝伦 应照朱天吉的气息铺天盖地 席卷这片宇宙 楚风早已远夺 大喊通天快地 将他传送到大渊外 不过没有远离 在附近观战 他有一种感觉 哪怕机械金刚亲自来了 也不见得能强势的夺回那只手 多半是改变不了什么 果然 那一只仙仙素手 自大渊中轰上来后 将机械金刚的另一手打中 震飞出去 火星四界 照亮黑暗的大渊边缘 机械金刚惊怒 本体来了 依旧被逼退 令他感受到 被抓走的那只手的状态 在军力 在接体 相当可怕 可查一声 一抹刺目的光芒爆发 照亮大渊中央地带 人们看到 那白衣女子捏碎金属巨手 从中抓走一块亮银色的小金属块 那只母鸡在极肘缩小 落入那女子的掌心中 机械金刚震怒 他的那只手被毁掉了 损失太大 因为那只手蕴藏着一块母鸡 这也是他敢出动一只手的原因 外人打不动 可是现在手掌被毁 母鸡被夺走 完了完了 我们惹大祸了 坑了老族 机械族内 所有金属生命进化者都在颤立 全都胆寒 感觉要出大事了 谁能想到 楚风大魔头居然隐藏这一手 他认得大院中的存在啊 天啊 为什么 大院中不是没有生命吗 号车阴间宇宙第一绝地 今天怎么突然有一个女子冲出来 跟楚风站在一起 机械族内 狂风暴雨 所有人都颤抖 对他们来说 跟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一时的愤怒 一时的激愤 请出族中的祖先 鸡血金刚 结果却坑害了他 一族的灵魂 志强人物 多半要遭殃了 果然 惊变发生 在鸡血金刚怒吼时 他却也在倒退 他哪怕之前过于莽撞 但现在也什么都明白了 这白衣女子 远比他想象的强大 根本不是他这个半截身体生锈 已经腐朽的老金刚 所能对付的 然而 完了 那白衣女子 如同飞仙 带着大片灿烂的光雨 冲出大约 冲着他就来了 痴得一声 灿烂下光绽放 如同大约生仙 照亮永恒的黑暗 女子出手 向着鸡血金刚拍出一掌 打穿虚空 让宇宙颤立 当当当的 火星四界 恐怖能量爆发 此时黑血平台 元寿平台的天眼技术 终于跟上来了 捕捉的画面 震撼了宇宙各族的修饰 主要是因为 鸡血金刚顶天立地 身体太庞大了 而白衣女子施展法向天地 此时也很高挑 映照苍穹上 所以 哪怕相距很远 也能捕捉到两人身影 即便如此 还是有珍贵的天眼在炸开 哪怕有最强大的 符纹保护装置 可还是被那鱼波 镇成了鸡粉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机械金刚的手臂变形 胸膛欧陷了下 人们震惊的发现 机械金刚在硬拼时 身体扭曲 金属体凹陷变形 被那鲜鲜玉手打得不成样子 然后 机械金刚缩小 身体不断变矮 再也不能处理宇宙中 被压制的 向着正常人变化而去 可是 即便如此 到了最后 也有十万丈高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 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 请订阅